以洛马重要产品爱国者飞弹来说 控制箱主要是用来运输及发射飞弹 必须承受发射时的高温高压 结构强度相当重要 按照2022年的官方数据 爱国者三型年产量约500枚 目前有7到8成的订单是交给台湾厂包 来到台中中科这家精密加工厂 广达上万坪的厂房里头放满大型加工设备 最大的机台几乎有近一层楼高 产品从半导体光电产业横跨到国防航台领域 而这家企业来头其实不小 是为全球军火大王洛克希的马丁 打造出飞难控制箱的供应商 这个东西本来是在他们自己的核制厂商 在德国生产的 所以我们在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当然对我们来说 它必须要重新建立很多不同的能量 以洛马重要产品爱国者飞弹来说 控制箱主要是用来运输及发射飞弹 必须承受发射时的高温高压 结构强度相当重要 按照2022年的官方数据 爱国者三型年产量约500枚 目前有7到8成的订单是交给台湾厂包 食物上的东西跟它提供的资料是没有办法抽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 甚至协助他们把一些图资料跟一些把它正确化 这条线基本上它只为了这个所谓显示器的这个 旅游金清洗线来准备的 由于国防产品加工区保密到家 无法直接对外曝光 业者带着我们参观面板设备的加工产线 这边来讲当然我们大概是比较偏重于中小型的零组件 或者是比较高精密特殊的零组件的一个加工的区域 半导体或是国防产业甚至含那产业 基本上都可以用到类似的一些设备 即使不是国防产线管理同样严谨 采访团队除了事先申请的摄影机 个人的手机镜头都被贴上贴纸不可任意拍摄 而目前全场员工约500人 只有一成有权进入洛克希德马丁的生产区 从设备到人力都是落马专用 他们不但经过特殊训练 还得签署资安保密文件 上班时也得交出手机集中放置 跟国防产业相关的这些资安的训练 那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作为人员 跟我们会相关接触到的这些人 第一都要经过资安的训练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 区域基本上它是隔离跟管制的 很难想象的是这个厂商在1980年代 其实是作协起家 一路做到飞机引擎 甚至飞弹发射箱零件 关键的技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扎根 早在40多年前 国内的工具机都还没普及 业者就从日本引进CNC加工设备 是当时少数有能力 切削大型金属件的业者 没想到就此取得汉翔在国际航太供应链的敲门砖 鞋子也有很多东西跟飞机是很类似的 它并不是一个试试方方 它一定是一个曲面 它必须要去符合这些人体的工学 过去这个几十年来最畅销的一颗引擎 那它是用在我们一般737或是L832这个系列上面的引擎 展示架成立着飞机金属构建 能看到引擎机匣 起落架舱门等关键产品 高强度的超合金曲面加上复杂结构 切削时得克服许多的技术瓶颈 但也因此累积到深厚加工实力 2009年更是吸引洛克希的马丁上门合作 一开始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二十几公斤 但真正加工完之后 可能剩不到三公斤的重量 算非常特殊的 尤其在多种曲面的加工上面 对我们或是对国内厂商来讲 其实一开始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经过三十几年来 这个航太产业这种历练 然后所以这些厂商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们应该会先优先去寻找这些 经过一定这种像航太产业认证的这种厂商 台湾顺利打进国际军火龙头工艺链 业者透露不为人知的秘心 不管是军工或是航太产业 其实都是高度神秘封闭 品质安全要求极高 就连原料都有指定厂商 由对方直接订货再送到台湾加工 来这些辅导或是技术移转的这些人员 当然他们对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期望跟要求 当然最终我们没有让他们失望 从成本产品品质一直到法规遵循 细节与高度的配合其实才是他们的成功密码 而除了硬体设备加工 自通讯产业向来很强的台湾 在电子元件的研发能力同样受到国际高度重视 测试人员在无城市内测试研发中的卫星光学丑载 简单说就是卫星的拍照功能 特别打造的球体环境可以让光线更加均匀 避免受到干扰 办公室藏身在台北内湖 这家企业主要是研发航太跟军规电脑 是国内太空中心及美国NASA的供应商 当初是NASA有一些人看到商用的卫星 变成会比较大中化 到台湾来找一些的开发 卖到NASA 卖到JESA 卖到ESA 甚至卖到以色列的太空公司 把电路板放进机台测试温度 最低可以模拟摄氏零下60度 由于太空环境严苛 电脑系统必须保证在各种辐射跟压力下都正常运作 振动测试要求就高达24G 是车载产品的8倍 火箭的话它要6G 而且都不能停 你的仪器设备 你都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模拟我们的东西 在那种N科的环境 它是可以生存的 业者每年可出货上百套电脑系统 提供给3到5颗卫星使用 航太等级的电脑产品 要求极高 顺利获得航太认证后 国防供应商也找上门合作 请他们打造飞弹控制系统 而目前军用订单 约占4成的营业额 只不过军工产品设计国防安全 采购方往往都很神秘 在下单时也不会告知 产品到底要用在哪里 我们把卫星的这样子的知识 我们用在军用的部分 我们有接到很多军用部分的一些的设计需求 虽然很多的单位不让我们知道它用在哪里 看到那个spec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譬如说可能是火箭的整个控制的系统 飞机的整个的操控系统 或是一些飞弹的控制系统 所谓的飞弹控制系统就像是飞弹的大脑 在追踪目标跟飞行过程中 必须不断用搜集到的资料迅速计算 再把控制指令传送出来 告诉飞弹下一步该怎么飞 每一次的运算都必须在几百 甚至几千分之一秒内完成 而为了确保飞弹大脑不锈抖 业者透露其实飞弹的控制系统 会装有三台以上的电脑同时运算 可能三颗电脑它不断的投票 对同样一件事情不断的投票 去确定电脑做出来的东西 都是控制的 它的稳定性高很多了 台海威胁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国内这些民间企业 在国防系统的自主研发能力 不但让台湾基深全球国防供应链 强而有力的胜利军 更成为台湾国防自主的最大后盾